台北 世界认识台湾的第一站 现代与传统文化 在这个城市完美交融 游人神谷也在这里 挤出响彻云霄的季度 我们所有的创作等等 都从空当中 那个能量当中 那个活泼的东西当中冒出来的 所以我说艺术就是无众生有 有当中又回归到我 他来自马来西亚 十二岁开始学习中国武术和诗古 却在印度领悟了生命的意义 回到台湾 为优人神谷确立了 属于自己道义一体的风格 道义一体就是 古代的艺术家们 在追求的一种境界 把艺术跟他对生命的了解 结合在一起 阿丹师父所追求的道义一体 如果用科学家的语言来诠释 最接近的词汇应该是体现和共鸣 艺术家或者说是艺术表演者 他体验或者说是在线 艺术的经验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一个叫做embodyment embodyment的中文 我们把它叫做体现 一部分的意味应该是一种内化 那另外一个就是empathy 我们叫做同理 同理就是说一个应该是共鸣 谢仁俊教授在台北荣总主持脑功能研究 近年来将触角延伸到艺术家的脑 在研究团队的协助下 我们将进入阿丹师父的脑内世界 看看他到底是如何体现 如何共鸣 如何实现他的道义合一 同样的影片素材 不同训练程度的受试者 当研究人员要求他们在实验进行中 想象自己是影片中的表演者时 他们的脑会泄露什么秘密 而三位受试者在洗骨程度上的差异 是否会表现在人脑神经活动的反应上呢 这是他们看到的无声画面 而实际的影音是这样的 想想看 无声的影像会在你的脑部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呢 如果你对这种表演很陌生 那么现在看着无声画面的你 大脑反应可能是这样的 首先亮起的是初级视觉区V1 接着是处理动态视觉讯息的V5 对于没有经验的或者说是对照的 他们来看这个短期的时候 因为它跟它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关联的 它还是在看一个第三者的物件一样 它只是一个不知道是什么 只是在那边动来动去的一种 很多人在那边动来动去那种感觉 可是对阿丹15来讲就不一样了 因为这个是述诸于它经验切身有关的 因为我是创作者 我也看过他们的表演 所以我很容易从他们的动作当中 几鼓的动作去想象那个声音 这种外在影像与个人经验产生的共鸣 是透过人脑许多功能区域 一同协调完成的 包括视觉区 协调视觉和空间处理的后顶页区 属于镜像神经系统之一的前运动区 以及协调复杂运动的辅助运动区 这些大脑神经活动的特征 就是专家和你的不同 会论是发生的地方 会论是发生的? 感谢收听的